为生物学之父巴斯德说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张华县长主播员认为 当大环境景气欠佳 企业面临景气寒冬时 其实这正是政府投资 研发创新的好时机 只要趁机做好各项软硬体建设 营造更优质的投资环境的政府 才有迎接春宴来临的机会 张华随时在充实准备 逐步做好基础建设 Google经过2000多项检验 选择落脚张华事宜例证 而面对中科四企 转型朝低耗能低耗水 高产值科学园区发展时 县府早已配合基地的开发 除了已拓宽完工的张130-127线到外 更有多条连外道路正在规划进行 同时在园区附近设置 国际学校提供未来学区内 员工子女就近入学的好环境 更证明张华已做好 竹巢带凤的准备 公益频道张华允众和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